前天,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做了政府工作报告。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 在世界深度融合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政策,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住世界的发展。 每年的两会是外界观察中国政策走向的一个视窗。 总结上一年工作,并去立新一年工作目标的政府工作报告,自然成为各国政府官员、媒体记者、研究学者关注的焦点。 那么对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他们关注的重点都在哪些方面呢? 肯定中国经济发展的任性。 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艾哈桑布哈利法。 我认为,中国政府去年的工作非常出色,完成了前一年制定的目标。 我相信,2019年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各项工作目标,也能如期实现。 中国政府3月5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宣布了年度经济增长目标。 李克强在报告中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在6%至6.5%。 这表明政府决心支援经济发展,并在美国提高关税和全球需求减弱的情况下,防止就业减少。 与去年6.6%的增速相比,这个数字略有下降。 但如果实现,将是世界上最强劲的增长之一,认为减税降费,对中国影响重大。 哈萨克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古尔纳沙伊美尔格诺娃,世界惯例表明,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通常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指出,2019年,计划减税降费近2万亿元。 我们看到,2018年,全年中国减税降费规模,约为1.3万亿元。 我认为,实施减税降费,不仅对中国本身很重要,而且从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来看, 这对国际经济合作,也会产生重大影响。 韩国庆熙法务大学院中国法务系主任,江孝伯。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中国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增值税税率降至13%。 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 从聚集观角度来看,这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起到积极作用。 用具体的,实际的措施,为企业减轻负担。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9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量减税降费措施。 送出多项汇集企业的政策礼包。 李克强谈道,这次减税,助演放水养鱼,增强发展后进,并考虑财政可持续。 是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的重大举措。 关注中国扶贫等民生问题。 北京大学教授贤CNN,北京分社社长,吉米弗罗库兹。 今年的政府报告,侧重于经济和民生问题。 报告中关注的一系列问题,包括经济增长、就业、环境、住房、健康、教育、税收、基础设施。 这些都是最广大中国群众所关心的。 此次议成以民众今后会面临的问题和关切为助力点。 十分务实。 埃及公贸部首席经济研究员西沙姆阿布巴卡尔,使1360万贫困人口脱贫。 这一巨大成就超出了我的预期。 土耳其道安通讯社记者 埃尔金 我最感兴趣的是中国的扶贫目标。 吉城市将有1100万人获得新的就业岗位。 而农村将有1000万人摆脱贫困。 国内市场对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 而国内市场的发展,与中国实现福利社会的目标直接相关。 关注中国污染防治投入。 新加坡海峡时报5日报道。 李克强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要加强水土污染防治工作。 报告发布的预算资料显示,中国用于防治水土污染的支出,将分别增加45.3%和42.9%,分别达到300亿元和50亿元人民币。 利克强还表示,企业必须履行保护环境的责任。 中国正在转变污染防治工作的方式。 大幅增加土壤和水域整治的投入。 高度评价一带一路倡议。 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 爱哈桑布哈利法。 我认为,中国政府去年的工作非常出色。 完成了前一年制定的目标。 现在,很多国家都参与到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中。 这个倡议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实现和平发展,和全世界人民的团结。 通过这个倡议,中国可以与世界分享中国取得的成果。 中国还希望和世界各国,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奥列格纪莫菲耶夫。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2019年4月,在北京举办。 这将是非常重要的国际盛会。 中国政府承诺,将采取世界通用的规则,开展对外贸易,与外资合作。 认为大湾区创造全球竞争优势。 澳大利亚前外交官,大卫·莫里斯。 约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专案。 大湾区不仅能刺激财政。 它所形成的商业中心,所具有的独有优势,还带来了巨大潜力。 以创造全球竞争的协同效应。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奥列格纪莫菲耶夫。 2019年,政府工作的其中一个目标是, 在要求国有企业大幅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 为中小企业提供财政支援。 与一部分地区,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高新技术产业, 加速发展战略相结合。 这些措施将会增加中国经济的全球优势。 积极评价,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 韩国庆熙法务大学院中国法务系主任,江孝伯。 报告指出,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芯片区。 中国加快,加大对外开放步伐。 不仅是对韩企,对全球企业都有积极影响。 想要进军中国的韩国企业,应该全面了解中国的发展和政策变化, 迎接新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必定会造福于韩国及全世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 习瑞德、李克强总理的报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有很多。 比如说支援小微企业发展, 还有关于金融领域的改革, 关于进一步开放,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以及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的营商环境, 加强对智慧财产权的保护等。 重视与中国的双边合作。 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 艾哈桑布哈利法 阿尔及利亚很重视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连续六年,都是阿尔及利亚的第一大经贸合作伙伴。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 我们两国有很多重要的合作专案。 墨西哥驻华大使 和赛路易斯伯纳尔 我非常认真的听了李克强总理的报告。 对于墨西哥来说, 很有必要了解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最新成果, 以及中国应对国内国外挑战的能力。 中国是墨西哥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 所以,关注中国的改革,经济发展和市场开放,对于墨西哥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希望继续积极参与到中国市场中, 促进中国在墨西哥的投资和墨西哥在中国的投资。 墨西哥先年报记者 耶稣塞拉诺 中国经济近五年间发展迅速。 我个人认为, 比起与美国合作, 墨西哥更应该与中国加强合作。 中国不仅拥有巨大的潜力, 更拥有重要的国际地位。 通过每年一度的中国两会。 墨西哥能清楚地了解中国未来的想法和做法。 这是特别重要的。 反驳国防预算负面评论。 横滨国立大学名誉教授。 村田忠喜。 冷战思维已是落后时代的思维方式。 从根本上推动世界发展的力量是经济, 而不是军事。 如今有些媒体, 针对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国防预算, 一味地渲染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 可我怎么看都认为, 中国发展军事力量, 并不是为了称霸世界, 而不外乎是维护本国安全的必要手段罢了。 关于这一点, 我们日本人必须了解。 资料、中国网、融媒体中心,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 人民话报、人民中国, 参考讯息。 泽编李刚。